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凤眼地中华走访叶问故里 一番功夫就地 寻找真实的叶问与永春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香港的九龙 半个世纪以前这里是武馆伶俐 而其中有一间是特别的有名 这间武馆之所以有名不仅是因为叶问曾经在这里教过拳 同时李小龙拜师叶问第一次学习永春也是在这里 那李小龙虽然说算不上是最得叶问身传的弟子 但是确实是因为李小龙的影响才让永春全能够名扬四海 也正是因为这样 这师徒二人之间的故事呢 则更加具有传奇色彩 那么叶问到底是如何让永春全可以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的传承下来 这一代宗师最终又是怎样练成的 今天我们继续和您一起探寻真实的叶问 香港九龙水渠道永春体育会 89岁的叶准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教拳 永春体育会成立于1968年 是永春弟子集资给叶问筹办的教学地点 如今这里仍有十位宗师的敌传弟子在轮班教拳 永春的学徒来自各韩各业 其中已有不少慕名而来的外国人 每个月远渡重阳飞到香港练拳 所以我想要看什么Bruce Lee的学习 甚至Bruce Lee的Chikun Do Dana Santa说50%是Wing Chun 要明白Bruce Lee的学习的学习 永春拳明阳四海 李小龙可谓公布袋墨 在李小龙电影风靡的年代 世界各地学永春拳的人一度激增到一千万 让人难以想象的是 在二三十年前 永春还只是一门很小众的少爷拳 1950年以前 永春是一门责任而受的拳种 多家船很少公开教授 而永春有反勤拿的功能 曾经一度被列为竞权 民间不得教授 那么永春何以在短时间内扬名世界呢 1950年随着时代的洪流 叶问从河山支撑转转来到了香港 这是他第二次踏足香港 第一次是在1908年 那时他还是贵族学校里的富家少爷 1908年 叶问就读于香港盛世提反书院 当时正值清末 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 在学校里 英美学生经常欺负中国学生 叶问个子还小 更成为他们欺负的对象 谁知叶问身怀永春绝迹 将欺负者打得抱头腐蹭 40年后叶问再次来到香港 年少轻狂不在 除了一身无意 几乎一无所有 才能叶问 一来到我爸爸住在这 今天就住在这 为什么要住在那庙里面呢 因为没有地方住 那个庙族就跟我爸爸很熟 很好朋友 我都来过这儿住过那些时间 那时候一找不到工作 我就回到国读书 你之前是住在哪里 後面有 他現在這個就說飯事處 他以前那邊都是房 葉文就在裡面的房間住 現在沒有那麼漂亮的 當時現在廟的苗粥 香港很好吃 早一早就有人來拜託 晚上就拜到11點多鐘 那你睡不睡得到 那時候葉文在人家住 當然不要影響人家的工作 所以他是說 一早就出街了 那至夜晚11點鐘後就回來 不在廟裡的時間 生活窘迫的葉文便四處去 大部分時候會坐輪渡過海 在中上環一旦游逛 在街上偶爾會碰到 昔日富裕的銅窗 而葉文卻不理會 始終不願去找他們 根本找不到葉做的 我那時候 他就說年多大一點 我二十幾歲 都很難找葉做 靠我那些接觸慢慢 慢慢細 這位曾經的富家少爺 除了一身永春絕技 竟然找不到謀生的方法 在香港輾轉多時 仍舊身無常物 時間匆匆過了半年 葉文依然每天四處遊蕩 有一天 葉文突然昏倒在街頭 暈倒在街頭上 我便送到馬尼醫院 醫生說他疲累過度 又有肢瘡失血過多 又有肢瘡失血過多 所以他會解階暈倒在街頭上 之後就叫他出院 通常叫家人來接他出院 他當時又沒有家人 我都回去了 問你在哪裡住 他又不這樣說 他又不想說 我在廟宇住 最後一個老朋友李明 為葉文解了困 李明了解到葉文的情況後 反覆勸告他開門授徒 教功夫 醫界山窮水淨的困境 最後一直視永春為國術精粹 以教权謀生為耻的葉文 終於為生活所妥協 我爸爸都認為 真的沒辦法 不教都要教了 結果在職工飯店仲會 在香港第一次教功夫 多久沒有回來這裡了 沒有來了很久 所以都不認得 那時候這道大廈只是二層而已 職工飯店總會就是在第二層 利用他的飯店職工總會那裡 去教功夫之外 人多一點就要買 這棟樓就是港九職工飯店總會 雖然經過翻修 但基本樣貌依然沒變 1950年葉文出院後便來到這裡 準備開門授徒 港九飯店職工總會 那個理事長叫做梁相 那教功夫那些 第一批的徒弟呢 都是那個理事長梁相跟他玩的 梁相本身也是教權的 他看到葉文身形瘦弱 小念頭的動作也很慢 實在懷疑葉文實在懷疑葉文的實力 這樣來說 葉文就跟他說 或者試一下 我知道你是教功夫的 我也教功夫 當時兩個就想試 他當時的飯店職工總會 是五樓再上一層天台 兩個就上天台 眾人見葉文良相兩人要比武 頓時熱血起來 紛紛喜慌跟著要上天台觀站 誰知葉文攔住的眾人 要求把門給關上 誰也不能上去看 門關上之後 大家只能束著耳朵細聽天台上的動靜 屏住呼吸等於開站 這場比武究竟是怎樣的情景 勝負如何 下節回來繼續講述 這裡是葉文和梁相當年比武的天台 時光沖刷了所有的痕跡 他們如何鄙視以無從知曉 上去大約是兩三個月下回來 下回來之後 梁相以後再沒有教農業 跟著民航混出 天台一戰之後 葉文在飯店工會教授永春的日子也正式開始 他的住處搬到了工會裡 生活總算有了著落 此後 葉文為佛山的結髮妻子張永成辦了香港身份證 準備接他前來 不料 1951年元旦 中港兩制開始實行邊境限制 如此兩人此生再美相見 雖然分隔兩地 葉文依然硬固著家裡 不時地讓弟子寄錢回佛山接济家用 而葉文雖然開始在香港交權謀生 生活卻仍舊結局 其實在香港教功夫呢 是很困難的一種職業 五十年代 尾到六十年代初的時間 一般人的收入呢 是百兩元一個月 日頭學功夫呢 就五萬 也滿十五萬一個月 除了學費低廉 還有當時各無數門派的強力競爭 上世紀中國戰火紛飛的年代 許多武林門派的宗師紛紛人籤香港 他們大都在香港受管受徒 開支散熱 葉文出到香港的時候 主流的全派是洪拳、蔡里佛 葉文的遠春可謂名不見經傳 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香港 可以說是武學傳承的一個新火之地 那個時候甚至可以看到 這樣一整條街都是武館的景象 很多不同派別的武術的新火 都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慢慢燃起的 而當時學武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那就是很多武館呢 都是開在這種堂樓的天台上面 也叫做天台武館 那不僅是永春 像是蔡里佛拳、洪拳等等 都會在天台上面開設武館 那現在這些天台武館是沒有了 而且天台我們也上不去了 但是我們可以想像 當時這種各門各派的武林高手 在天台上面這個揮拳練武的熱鬧景象 而這些天台武館伶俐的背後呢 其實是當時的經濟很困難 因為香港地少人多 所以寸土寸金 而天台相對來說比較寬敞 租金也便宜 那葉問自己其實以前就在天台上面交過拳 那後來由於經濟都很困難 所以都沒有開過屬於自己的武館 總是借著別人的地方交拳 葉問在香港交拳的地方很多 有時在土地的家裡 有時在衣館 有時在天台 成立再深情緒 葉問可以說 五年年下來香港 七二年十二月一日過生 香港沒有一寸土地屬於葉問的 當時因為交租的租金太貴 香港一直到現在都很貴 他不是說有錢人 好像做生意那樣 這個月收入不好 我自己補了 他沒得給他補的 那他便搬過另一個地方 雖然經濟困難 但葉問從不輕易收徒 土地都經過嚴格篩選 想學永春的人 也必須通過熟人介紹 才能敗時夜問 因為中資是一個好有學問的人 你要去理解 你本身就要讀過少少學 所以他是喜歡教一些 有些文化的人 問題是從來教功夫 都沒有掛過教法 始終認為教功夫不是心願 過去來講 學功夫 或者中國其他的文化 一樣 玩就很多人玩 如果要將那樣東西來玩 就改變了 雖然教學條件簡陋 葉問對交權的要求很高 為了提高質量 葉問曾反覆研究 設計過相關的器械 後來鼎鼎大名的改靈板 牧人庄就誕生於這一時期 以前在國內的庄 就入地 下面還有一隻腳四方 在地上放一個洞 放一個洞 放一個洞 那麼葉問來到香港 要教功夫 因為香港全部是樓 那你不能夠入到地上 你不能夠鑽個洞 鑽個洞就鑽到樓下 所以葉問反覆研究 是研究一個畫牆座 以前呢我一直以為 這個牧人庄是按照 人的圓形來還原的 所以應該是兩隻手兩隻腳 但其實呢 仔細近看才會發現 它是三隻手一隻腳 為什麼會有三隻手呢 是因為比如說 你這樣打過來 這兩隻是十手 這一隻是虚手 這樣打過來呢 這一隻就是虚手 所以這樣的設計呢 也是為了鍛鍊 這個練習泳春拳的人 這種對方出其不意的時候 你應該怎麼去反應 那其實葉問最早期 從佛山來到香港呢 這邊是沒有牧人庄的 全憑著葉問他自己的回憶 然後讓這個徒弟啊 根據佛山牧人庄的尺寸呢 來製作了這樣一個牧人庄 從此呢 香港也便有了牧人庄 並且傳播到世界各地 在葉問用心的經營下 永春名聲也不幸而走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 因為武林們派眾多 香港踢館比武之風 盛子一時 葉問的永春拳 也少不了有人 要上門比武較量 葉問十分注重永春的實戰訓練 因此他也不反對弟子們 與別的拳派過招 徒弟們大都戰績甚佳 永春也由此名聲日盛 很多講求實戰的人 紛紛開始學習永春 不少警察 甚至當時知名的探長 也跟隨葉問學習 此後不久 一名十六歲的少年 敗入了葉問名下 而永春也不其然地 隨著這名少年 明陽四海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香港 立達街一帶的街區 以前啊 葉問就是在這裡 射點交途的 那當時的葉問呢 雖然已經有七十多歲了 但是這個拳腳功夫打起來 是絕對不亞於年輕時候的自己 那由於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啊 是黑社會的搶劫之風盛行 所以葉問那個時候呢 老是喜歡晚上出來四處巡邏 維護治安 一旦是看到有這個土匪啊 搶劫路人 便會衝上去 以這個迅雷不及眼耳之勢啊 把這些土匪制服在地 所以也是因為葉問的原因 以前立達街這一帶呢 是當時唯一安寧的地方 那葉問呢 也是因於這樣的原因啊 被香港政府多次授予了 優秀市民的稱號 立達街已經被改造 如今也已經找不到武館的救濟 不過葉問在此交權 依然被人們津津樂道 而葉問名氣最大的徒弟李小龍 當初也便是在這裡 與永春宗師結園 1956年 李小龍在立達街拜師葉問 李小龍的父親是葉問的老朋友 對朋友的兒子葉問很上心 傳給李小龍許多永春藥訣 李小龍自己也很努力 他每天下午放學後 就背著書包到葉問拳館練舞 在路上邊走邊出拳 成為當時附近文明的小舞池 後來李小龍因移民美國 沒能學完所有永春拳法 而誰也沒有想到 正是這位學了一半永春拳法的弟子 最終讓葉問的永春威震四海 李小龍的結權道並沒有脫離永春的影子 結權道中的一些核心技術 仍與永春基本類似 獨創門派之後 李小龍在美國拍攝了大量功夫電影 一舉奠定了功夫巨星的地位 成名後李小龍回到香港 想請葉問給他繼續深造永春拳術 李小龍提出用一棟樓來交換葉問牧人莊拳法 錄成影像讓他帶回美國學習 然而面對如此可觀的報酬 葉問卻沒有接受 他就說我從來沒拍 沒被人拍錄低過的任何東西 送給任何的徒弟 李小龍呢 是很後期的進去的 早有早過來的 前有次過來的 有錢也有很多有錢過你 如果我個個都不給 只是因為你給我一塊樓 拍下一圖片給你 對書兄弟之間 對你來說都不是一件好處 所以要拒絕了他 被葉問拒絕後 李小龍卻並沒有死心 仍然是強烈希望 將葉問的永春拳法 拍攝成影片來學習 李小龍曾經找過我 然後我勸勸父 以後留給你 對你有好處 我明白 但葉魯問的事情 你和他有師徒關係 我和他兩父子的事情 他決定了的事情 你都很難扭轉 我看你不要多想 我們可以幫我講 去找我 找吧 隨著李小龍成為世界功夫巨星 永春拳也越來越為世人所知 而除了李小龍 那時候 許多拜葉問為世的徒弟 也都把永春帶向世界各地 當年他教了很多讀書的人 那教了之後呢 他們又會去外國留學 那去到外國呢 他又會將學到的東西 去教給外國人 去到世界 美加好 歐洲好 甚至留好 都知道有這件事 沒有刻意弘揚永春的葉魂 不其然開出了一個遍佈世界 枝葉繁茂的拳派 成就永春一代宗師 葉魂沒有答應李小龍拍攝自己的拳把 然而幾年後 他自己決定拍下來 直到他將近死 全拍了一個正記錄 他叫我找一個人 用白賴地給我拍下來 三套拳 一套木人庄 再有時間拍刀棍 他當時的目的 是希望將自己來玩 紀錄下來 留下來後世 葉魂最終只打了三套拳 小念頭 木人庄 尋橋 其他想繼續打下去的時候 已經體力不支 我沒有穿衣 站在他背後 我怕他玩玩一下 站不穩 拍完尋橋之後 我看見他 就很辛苦 那我說好了 算了 不要再拍了 一九七二年 夜魂逝世 而永春拳 在夜魂傳授功夫的二十年裡 已經傳遍了世界各地 三套拳的影像 成為永春一代宗師 最後的迴響 有人說 永春因夜魂而起 因夜魂而收 夜魂自教書拳法以來 從來沒有掛過任何的招牌 對於他來說 武術是大同的 千拳歸一路 那在電影一代宗室中 夜魂有這樣一句台詞 說功夫到頭來 就是兩個字 一橫一束 那我想也正是因為 夜魂這種朴實的精神 才可以讓永春拳 得以世代傳承下來 今天在全世界各地 學習永春的人 已經超過了兩百萬之多 而夜魂的故事呢 也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 而被人們淡忘 相反卻在全世界各地 廣為流傳開來 接著下來為您播出 完美與夢想同行